你放下吧你 我今天累死累活干了一天了 你下去倒垃圾去 街坊铃铃铭看见了还以为你干的呢 行吧 别给我抢功 去你 二姐夫 你说你今天这么反常 你是不是做啥亏心事了 你要是犯一般的错误 我二姐都不能这么惩罚你 说吧 干啥了 我干活了 我就这么单纯 哎呀 什么人 哎呀呀呀呀呀 太阳打心打出来喽 哎哎老公 你看我给你照这几张怎么样 太好了 马上发朋友圈 让全世界都知道钱润芬干活了 好嘞 哎哎等等 媳妇帮着我把这垃圾倒了去 快 哎 我们俩可是亲两口子呀 我怎么能跟你抢功呢 有句话说的好 爱的最高境界就是成全 老公 蛋子完了 哎 看我这媳妇就这么可爱 但是有个问题啊 小区的垃圾桶跟哪儿我不知道 我回来了 垃圾桶回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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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姐哥 这玩意 哎呀你看 哎呀 怎么的 啊 惹祸了 咋的 要离家出走啊 你见过离家出走带着垃圾袋的 这什么意思啊 我要倒垃圾去啊 你干活了啊 我干一天活呢 你真干活了 你看垃圾桶跟哪儿啊 哎呀我的妈呀 成成成啊 你让我对你刮目向另眼看啊 这辈子没见过你干活 我怎么 我就问你垃圾桶跟哪儿啊 你都住这么多年小区 垃圾桶在哪儿你还不知道吗 你不常批评我吗 钱人方乱倒垃圾 就是不往垃圾桶里倒 所以我不知道垃圾桶里倒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就是让我给你倒了去 是不是 快快快快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 干点活儿 你还在喜欢谁 大姐夫大姐夫 你帮我倒垃圾特别的感谢 要是遇上街坊邻居了 街坊邻居肯定问你啊 赵刚才这么勤快啊 又打早晨生啊 给家里边 你怎么回答呀 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翻 什么玩意儿 是我大姐夫吗 怎么了 你得这么说 你说街坊邻居们啊 这个活儿可不是我干的呀 都是我二妹夫 钱人夫人干的呀 哎呦 咋还给累的呀 咔嚓晕倒了 爬起来擦一把汗 咔嚓晕倒了 爬起来擦一把泪 咔嚓晕倒了 爬起来擦一连血 是不是啊 我咋还出血了呢 我跟你说 就你这个摔法 摔出血都是轻的 不摔死就不错了 我说这意思你明白吗 明白你的意思啊 你就说这活儿是你干的 我就是负责给你当个运输 对 我是劳动组 你是运输组 也不给你抢这个功了 谢谢大姐夫啊 看看劳动最快乐 我再检查检查 看我们家还有没有什么旧的 老的 放在家里 好长时间没有用的 我都给他扔了 你扔我吧 爸呀 我就是那隔在家底下 老长时间没人用的 你是我们全家 手心里的宝 不能扔 你这大半天在家折腾啥呢 拼了碰了 我打扫卫生 扔垃圾呢 扔垃圾呢 那 你闲的啊 扔垃圾在那 好好地招你捞 哎 惹你捞 没事 你聊着他干啥呀 爸呀 我刚一天活儿怎么的 扔个垃圾你还不高兴呢 扔还不高兴 你过来来来来 我问你点事 咋的呢这是 快快快 咋的呢 爸呀 咋的呢 我看你妈的床铺 是你折腾的吧 我说是的 那上面铺了一个老羊皮袄 你给鼓到哪去了 啥老羊皮袄啊 你别跟我装糊涂 我没看着 我告诉你顺风 这事可不能装糊涂 这可不是一件 普通的皮袄啊 啥呀 这话得说是 想当初 你妈 他们家主伴就传下来 这么一张老羊皮 后来你妈 你妈就用他 给他爸爸 也就是你姥爷 我姥爷 逢着你叫皮袄 皮袄 就是这个皮袄啊 风风雨雨 陪伴了你姥爷 好几十年呢 特别重要 可不能扔啊 不是不就件破皮袄吗 扔就扔了呗 你说的便宜 还是扔就扔了呗 我告诉你 1993年 咱搬家的时候 我扔过一回 咋的了 因为你妈跟我是 暴跳如雷呀 那是劈头盖脸的 跟我没完没了啊 咋的了 差点把我的皮扒下来 做皮袄啊 哎呀妈呀 哎呀这让你妈知道 是你给整霉了 那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啊 你那皮才多大呀 顶多够做个帽子 爸呀 你赔得起吗你 爸呀你要这么说呀 那我跟你说 这个事啊 我不是我干的 这谁干的 你看我在家里 我就是参加劳动 是个劳动组的 啊啊 还有个运输组的呢 不是你们这机构 这么庞大吗 嗯 那 运输组都 那组长是谁 大姐夫啊 赵刚啊 啊 我就跟他说 该扔的扔 不该扔的别扔 他可倒好全扔了 他就不可能全扔了 回来了 行 爸你在这呢 哎哎哎 说不放心啊 全扔了 刚才那你辛苦了哈 没事 挺挺快呀 都是我应该做的 爸 不是不是我做的 来来来爸 我给你介绍一下 爸你是不知道 这活全是人家顺风干的 全他干的 你知道吗 干了一天呐 今天顺风非常辛苦 累得是实在挺不住了 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 起来擦一把汗接着干了 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 起来擦一把泪 接着干 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 起来擦一把血 接着干 当时你那天呐的地板 全是顺风的血呀 你说这身段七八糟的干啥 哎你不是让我说的 见着街坊邻居的怎么说吗 那爸也不是街坊邻居 有啥说啥呗 是爸就这么说 我全是人家顺风干的 跟我没啥关系 我就是负责运输了 停 最关键的 爸 妈的那件老羊皮袄 就在大姐夫的最后一句话里 不是他咋说的 你再说一遍 我就是负责运输 就是他了 就是我通过 你知道你运出去那是啥吗 啥呀 我跟他说 哎呀 爸呀你别难过你别生气 大姐夫你惹祸了 你出大事了你 你把妈的一片宝贝给扔了 啥东西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妈 祖传的有一张老狼皮 哎羊皮 羊皮 妈 就给咱老爷 就是他爸爸 做了一个羊皮袄 风风雨雨陪伴了咱老爷几十年 1993年 爸不小心把这件羊皮袄给弄丢过一次 你猜怎么着 啊 妈 皮头盖脸 爆跳露雷 把爸的皮就给扒了 啊 不是 就不是 就是 后来他逼着我花一块钱 又从费品收货站收回来的 你又把皮给收回来了 对对对 你说你今天给扔了 大姐夫啊 你看着办吧你 不是 哎 这怎么成我的事了 别说话了 不是 刚才这事好解决 啊 你扔在哪了 你捡回来就完事了 行行行我把这 哎呀 捡得回来 为啥呢 刚才用垃圾的车正好来 把垃圾全运走了 哎呀 我 大米粒二米粒 小米粒 哎 来来来出来吧出来吧 老段姐出大事了 大姐夫出了大娄子了 大姐夫出了大娄子了 大姐夫你出大事了我告诉你 哎呀前日范 大祸了 前日范 大姐夫啊 别听她瞎说 有什么事咱们一起扛 对我们解仨帮你一起扛 老公啊 我相信你啊 说 说 什么事 那个 就是我把妈的那个一个宝贝给弄丢了 妈的那个老羊皮袄让我给扔了 老羊皮袄 大姐夫 你自求夺福吧 大姐夫啊 祝你拼完 媳妇 你你得给我力量 大姐夫 妈 我没劲儿 这怎么还像啥呢 这 爸呀 情况你可都看到了啊 前日范这是当众给我挖坑啊 跳吧 咱家你妈最疼你 这事给我个顺风婶婶 我们都受不了啊 你这么大的婶婶我也受不了啊 回来啦 妈回来啦 妈回来啦 妈妈进来来 哎呀 你说这 哎哟 这情况也不对呀 你说我老太太出去这么会儿工作 你们俩都这么安静了呢 陈顺芬 是吧你又惹祸了 怎么老 怎么咱们家一惹祸就是我惹的呢 哎 让我接到林俊哥看看这个台形这个造型 谁惹祸了你插不出来啊 妈妈 我惹祸了 妈我我我惹祸 我妈没事 我我身体好你动手吧 不是孩子 你说啥呢这是 是这样的 妈妈 我把您的一个宝贝给弄丢了 啥宝贝呀 就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 那个披着羊 那个羊那个皮 那个皮那个皮那个羊我给弄丢了 哎呀是这么回事 他把你那个老羊皮袄给弄丢了 赵祸 你看见那个皮袄了吗 没有 你看见那皮袄了吗 我还没看着他愣的 你是不是又给你大挤祸祸祸 让他往里跳啊 妈妈 我我你让我说句话 这回没人给我挖坑 是我自掘坟墓 妈没事我身体好 你动手吧 我明白了 孩子们呢 实话跟你们说吧 那羊瓢啊 妈拿走了 哎呀赵刚子 两年前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妈说的 那个物件啊老了 起虫了掉毛了 铺在身底下不健康了 你让我摟摟 是你说的不 哎呀孩子 你说对了 今天早晨啊 我把那羊皮袄拿起来一看 那脸和那袖啊 都糟的不像样子了 所以呀 我就拿到街里找了个裁缝 你说这裁缝 帮我给你爸设计了一个皮肝劲啊 哈哈哈哈 哎 老头子 看着呗 啊 天凉了 你呀 早啊晚啊 都爱出去遛弯 你把它穿上 这个东西 又暖前胸 又暖后背呀 可暖了 媳妇 谢谢你 哎呀 跟我还客气啥呀 你那俩修呢 你修不就修头呢 犯点毛病吗 修在这呢 爸爸 你每次上夜班回来 你都说你膝盖头 我这样老了 把这个袖子改成了呼吸 这样 你罩在膝盖上 你就不疼了 可以呀 哇 谢谢闺女 你就是爸爸的小棉袄 你是爸爸的小棉袄 有了你这个小棉袄 爸爸浑身热的不要不要的 哈哈 我是爸爸的小棉袄 大家 大家是姥姥姥爷的小棉袄 对 看我孙女说的多好 是 行了 咱家今儿个这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 解决了解决了 是不是 哎呀 没事了 是不是 哎 你今天这卫生打扫的太漂亮了 那这我应该做的 真的 我一看你 你大姐夫干活不是你的对手啊 他不行 我估计你做饭也能比他强 哎呀 哎 我提议 啊 让前师傅做一顿晚饭怎么样 好 好好好 好 妈要吃排骨 我要吃粉条 我要吃豆角 我要吃土豆 我要吃西红柿 哎给你们几个做个乱炖不完了吗 哎 哎 我们咋了啊 吃乱炖喽 这个师傅啊 哎 他们的菜比较复杂 对啊 我这菜比较简单 你要吃啥 来个烤全羊吧 你这就回来吧 拿烤全羊 我不会做饭 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不行 你都吹了牛了 全家人都答应了 你这可你得干 哎大姐夫 过来我给你说个事 行不行 你说话算舒服 我一言为定 你放心吧 饭你不用管了 我来替你做 看见没有 我又给他挖了个坑 咱们吃你们吃饭啊